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你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有繁忙之緣 要花時間去教我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放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鍵盤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 你接觸到 已經可以接受到 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到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六創二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 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 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我是你今集的主持Patrick 還有我們嘉賓主持 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Patrick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有四科的專業資格 有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即是骨神經科 還有表列中醫 我們這個節目 是希望提供真正的醫療資訊給大家 根據蘋果魔鬼的經濟 這本長小書裏面說 我們現在的醫療體制裏面 產生資訊不平衡的狀態 以致到醫療消費者 給好昂貴的費用 但都醫不到病 甚至變成給錢來購買死亡 所謂知多些是省些 就讓我們和袁醫生一起 認識多些醫療真相 又或者在主流醫療方面以外的選擇 袁醫生最近在報章裏面 看到一些關於高官 在近年裏面 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疾病 好像兩三個禮拜前 對 我約一讀 最近就說 孫明洋 教育局局長孫明洋 就說 確診到有這個神衰竭 就入院 其實還有其他高官 例如2008年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馬士亨 就確診患上腦血管瘤 終於就辭任了局長 但接任那位劉吳惠蘭 也證實了患了腸癌 後來也辭職了 而財政師長曾俊華先生 在2009年 就因為急性的心臟病 即時要入院通波仔 還有政務司長林瑞倫 早前也接受了通波仔的手術 袁醫生說 這些高官其實都患了不同的病 但大部分 好像都沒有用到自然療法 這樣的方法去治療病 其實他們用其他方法 為什麼高官又不懂 或者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呢 看到這報道 香港很多高官患了那些很嚴重的 致命的病 一個一個一個這樣來 一種解釋 很明顯我們都說 病的真正的起因是壓力 他們很可能 他們的工作是一個 很多人說是吃力不討好 的工作 壓力很大 所以就出現那些嚴重的 身體上的病 很明顯 跟很多人一樣 這些高官 應該都不懂得自然醫療 如果懂得自然醫療 懂得好些保養 身體不至於 在未曾退休年齡下 香港退休到65歲 未夠退休年齡 出現這些嚴重的病患 是很可惜的 問題就是 那些高官不懂事 太過忙 沒有機會 好像我們的聽眾 有機會上網台 聽聽我們的 自然的發言 或者其他節目 變成他們的視野 一定是很狹窄 但這個問題不單止是高官 其實香港很多很多人 雖然經歷過很多醫療上的問題 我們上次都跟大家介紹過 香港有一個網站 將醫療事關全部放上網 我們都分析到 過去幾年來 醫療事關是不斷增加的 雖然話雖如此 但真真正正是 懂得用自然醫療的人 都属於少數 在美國曾經有一個調查 都發現 懂得用自然醫療的人 都比較住在西邊 在加州方面 西部多些 或者東岸多些 以及教育水準是比較高一群的 但香港的情況也是 很多人都說不入腦 雖然醫療問題這麼嚴重 這麼多 原來這麼不濟 但始終很多人 都是盲中中營都去的 那為什麼呢 我或者跟大家 用另一個角度 提一提 因為最近我在網上 亦都適合一份資料 就是講美國911 我們很多其他的節目 沿網台其他節目 都跟大家很多提及 911這方面背後的問題 原來最近 美國有一個演員和藝術家 尋的組織 他們叫做 Actors and Artists for 9-1-1 Truth 美國有很多組織 包括很多大學教授 很多工程師 很多科學家 還有醫生 其實他們有不停的組織 都要求追求911的真相 他們打算拍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 大概計劃到明年3月 就可以完成參展康城的電影節 大概12月就開始了 大家知道 Michael Moore 有一個Fahrenheit 9-1-1 他賺了很多錢 賺了2億2千4百萬 很多錢 實金收入很好 亦都有一個片段 在網上 第一個片段 叫做 Lose Change Lose Change Lose Change 差不多是早期 第一個 質疑官方 911的解釋 這個差不多可以說 數以千萬的人看過 這是最重要的 我第一次看過911 我也是看過Lose Change Lose Change 最近都撿過好幾次 好了 還未夠 現在 有另一個組織 全部都是荷里奧的演員 和藝術家 群起來 就說我們要自己拍一部電影 雖然過去荷里奧也拍過這類的影片 但大家知道 都不說真相 都沒有質疑那個版本 現在就真的說出來了 是的 現在就希望 他也不是說去說 只不過他那個 他那個 電影的目的 就要大家去 要美國政府重新 再 再調查 911 到底是背後一件什麼事 其實美國很多人都很懷疑 譬如他做過一個 最近有一個調查 是2012 有一個Siena Research Institute 這個機構 在2011年6月14日 做一個很大型的科學的普查 即是他說 911發生10年之後 一般人對911的感覺如何呢 他說 紐約市的人 百分之四十八都希望 又重新 又重新 對911 重新 一個調查 對911 調查 對911 對911 調查 對911 調查 對911 對911 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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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沒有飛機撞下 在沒有飛機撞下 仍然都好像那兩個雙塔 在7秒中 都倒了 好了 那調查發現 有百分之三十二個人 根本都不知道 有第七座 這個建築物 在911都倒了 有些人根本不知道 即是很明顯 沒有說過 全都沒有看 即是有三座倒了 不是兩座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有第三座 叫Building Seven 也是這樣倒了 但飛機撞下 也沒有撞 因為電視報 我們看的影片 看出來都是沒有 都是兩座 主要是說兩座倒了 是的 連官方的調查 完全不敢提 好了 也有百分之三十六個人 傾向相信 那些 我們叫做Critic 即是那些懷疑 質疑政府的版本的人 就說 這兩座 這三座大廈 因為火燭燃 而有百分之四十個人 就相信政府那方面 那百分之二十三個人 就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哪方面 好 好了 有百分之二十八個人 相信 這個雙子塔 是由 除了飛機去撞之外 其實裡面 是有內壩 有自己自爆的 即是一種Demolition 一種拆樓炸彈爆出來 有百分之二十八個人 相信是這樣的 是 有百分之三十六個人 他們不相信 他們對這方面 就是 真相是哪些 也希望繼續曾經問帝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情況 好了 大家要了解 其實 現在官方所說的是什麼 是怎樣荒謬呢 現在官方的版本就是 911整件事 是由 是由 Al Qaeda 以及 拉登 他們是完全 就是他們做出來的 而怎樣做出來呢 是有十九個 医師的回教徒 聽一個 在一個動月居住的人 拉登 在動月裡的指揮之下 去做出這件事 和這件事 差不多是美國歷史上 是最大的恐怖襲擊來的 就是由 由一個人在動月 拉登 在一個動月裡 是指揮十七個 回教的男子 做出來的 和整個過程裡面 是完全 未被美國的情報局 是有任何的跡象 察覺的 這麼久的準備過程裡面 而這班人 是可以拿一些 戒刀 拿著戒刀 是可以騎劫 四架飛機 OK 亦都可以超過 全世界最嚴謹的 防禦系統 可以避過他們 令到三座高樓大廈 用兩架飛機 撞塌 有三座大廈 用兩架飛機撞塌 很多移民 很奇怪 然後第三屆 撞塌 是五角大廈 聽說 這是全世界 可以這樣說 是防禦最嚴謹的建築物 好了 這種說法 對很多人說 任何有少少智慧的人 都覺得是一種侮辱的 這是一種可能的事 所以他們希望 如果你們去看電影 出去看電影 這樣做給你看 我相信十分鐘便離場 要回水 但這個版本 始終很多人 接收了 不敢去面對面實 近日我在網上 也有一個片段 大概是十五分鐘的片段 是訪問十幾個心理學家 是 去問他們 為什麼美國人 會不肯面對911的真相 我們叫做denial 很多人都是 其實他們大致上 他們的總結都是 大部分人都覺得 都希望有一個國家 有一個保護在這裏 希望我們美國國家 是很完整的 他們是很安全地生活的 國家正在保護他們 突然之間 你要他們去接受 其實美國國家 其實不是他們想像中這樣 不是那麼安全的 其實他們的目的是 不是保護你 是做了 能夠做到 這麼可怕的事情 大部分人 是不能夠接受的 這是太難接受的事實 在他們思想裏 就是覺得他們 國家正在保護他們 是的 突然之間沒有安全網 他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他不知道下一步怎麼算好 其實由這個事件 和這個分析 其實我可以同樣 跟大家解釋到 為什麼一般人 雖然我們這麼多資料 說醫療的問題 失誤的資料 英文書起碼過百本 我家裡起碼幾十本 中文翻譯書 起碼都不會少過十本 我們大家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們陸上有很多這方面 已經翻譯了的書籍 就是說醫療的問題 但始終大部分人 在今時今日 都是不肯面對 不肯承認 其實就是同一個心理的因素 他們很難接受 我們政府 不是真的為他們著想 我們做這麼多事情 訓練一群這樣的專家 用這麼多錢 我們用的醫療費用 可以說 基本上 大部分國家都是 比其他人多 原來他們根本不想 為他們找一些有效的工具 保護他們 只是想賺錢 大部分人 是不能夠接受 這麼可怕的事實 所以你可以看到 Denial Denial 是大部分人 當他面對一個 難以接受的事實 要令到他突然之間 沒有很多依靠 要靠自己去做些事情 保護自己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明白 由911的問題 將來911這部電影會拍出來 當然版本跟荷里匯過去看的 完全不同 其實他的目的是怎樣 其實他就不是說能夠解釋 即是告訴大家 911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何會這樣 他只不過希望給大家知道 911政府的版本 絕對是荒謬 不能夠解釋得到 他只不過要求 希望政府重新去檢討 調查一下 調查一下 911的真相是怎樣 好了 我跟大家提到 英文書 提到醫療問題的書 多到四個百本 至少限定 中文書其實也很多 我最近看了另外一本書 這本書 很有趣 作者叫做梁錦華 原來他本身是台大醫學院的內科消化系的醫生 最后他就去美國 就開始研究功能醫學 以及抗衰老的專科 開始把醫療的方向 慢慢大量改進一種自然醫療方面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你還在漢西醫嗎》 這本書是一種書面的看到 健康新的思維 以人為本 治療癒人生的功能醫學 他書中說 《你以為主流醫學是怨代最佳的健康守護神?》 這是一個問題 怨恨的主流醫學的邏輯 根本沒有辦法應付 滾滾而來的各種疾病的挑戰 在健康照顧上 已經暴露了很多陷阱和迷思 沒有病並不等於健康 他書中也會提出 《破除你的五大醫療迷思》 哪五大醫療迷思呢? 就是所說的主流醫學是怨代最佳的健康保護神 這是一個迷思 找到病名就等於可以高症無休 也是迷思 有些人說 要給你一個名字 你什麼病 那又怎樣呢? 是否等於走醫得好呢? 其實絕對不是 對症下藥可以弱到病除 也是一個迷思 是 飲食正常就不需要額外食營養補充劑 是一個迷思 家族基因是決定你一生健康的命運 也是一個迷思 全會是錯錯錯 好了 接著呢 他就要建立自我療癒的十大思維 從自我覺醒開始 扭轉觀點 不要依賴醫生得到健康 尊重複雜的理論 和不確定的原則 因為很多時候 人們很希望去看醫生 醫生就很確定說不出 其實他是什麼事 其實醫生只不過給他一個名字 給他一個名字 他就很確定 其實很多我們的身體 功能性的障礙其實是很複雜的 也是很不確定的 不是好像現在我們一般人習慣的這方面 好了 注意體內發炎的現象 因為發炎很多時候的病 都是一種長期的發炎 慢慢吐出來的 注意氧化壓力 就是Oxidation 氧化壓力的現象 以及選擇個人食物加強解毒的能力 以及在生活上改善抗辣的能力 正確飲食和補充營養品 從小就開始擁抱健康 然後他有提到 特別預防三種新挖起的疾病的形態 例如腎上腺疲累症 Adrenal Exhaustion 很多人都會長期疲勞 或者很容易暈眩 或者貓都會起身暈眩 很累 這些全都是腎上腺疲累症 當然如果不理不理 可能神衰竭 就像教育局局長孫明一樣 進入這個階段 慢性發炎的問題 很多病人都會發出慢性發炎 腸滲流 叫Licky Gut Syndrome 的根本原因和預防之道 因為很多病人都會和背後疾病的形態引發 以及環境毒素帶來深遠的影響 都是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 《你還在漢西醫媽》 我看看時間 大概 第一版是2006年12月19日 到2007年5月9日 就已經初版了4.5冊 已經覆印了好幾次 出版社就是《原水文化》 這本書在我們《六創意健康店》 《六創意健康店》 《中環》也有在 或者在網上 我也曾經同事看過 在網上也能買得到 好了 書名楊慎衰竭 如果大家留意我們過去所說 我曾經提過一個很簡單的食療方法 就是用七粒胃脂肋煮豬 豬腰 豬腰其實是腎的 來煮水喝的 詳細情況 大家可以去聽我們以前所說過 這個腎衰竭可以用七粒荔枝核去煮豬腰 當然希望不要洗腎的時候才開始去做 希望發現腎已經有早期的衰竭 有腎衰竭的跡象 腎上腺疲累症 當然腎疲累症 當然腎疲累症和腎是兩個不同的器官 腎的衰竭慢慢衰竭 如果早期可以用這些食療的方法 當然腊疲累症有季節性 很多病人遇到這種情況 我都叫腊疲累症季節早些買了之後 把核脫在冰格保持住 因為季節過了之後 你未必買到腊疲 當時肯定不用買些細核 在這種情況下買些大些核 可能會便宜些 要不要曬乾嗎 其實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也要煮的 但如果你要成年有機會用得到 如果是季節來的時候 就買來早些去用 在這個資料網上也看到 有些人在洗腎的人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慢慢控制到不用洗腎 這些沒有所謂 大家試一下 可以不可以 都不可以保證 百分之百可以 但起碼是自然的 一個很簡單的 起碼是容易舒服 便宜過你去洗腎 加著洗腎 你知道洗腎洗腎 不是可以長久做的 我們在做幾年的時候 也有些人去大陸換腎 其實我們如果對自然醫療 對保健方面有正確的認識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不需要 在未退休之前 好像香港很多高官都是心患重病 原醫生 那腎衰竭的病人 其實有什麼症狀 如果大家留意新聞 其實很多時候也有說 其中一位腎科的專科醫生 他說腎衰竭的人 大多數有些貧血 你知道在中醫來說 腎的顏色是黑色的 有時候臉色比較灰暗 當然那時候挺嚴重 變成一種貧血 免疫能力低 容易引致肺炎 我知道孫明陽當時也是 肺炎入醫院 為什麼呢? 因為腎衰竭的人 在洗腎的時候 洗腎的水有時候有些機會 穿過橫甲膜 直接走入肺腔的方面 導致肺積衰 這個時候 所謂洗肚 亦都令到肺部受壓 膨脹到呼吸受阻 亦都有機會引起肺炎 所以你看到 腎衰竭是一個挺辛苦的病 通常這些病 要早點避免 因為我們人的腎 雖然有兩個腎 其實我們其中一個腎的一半功能 其實我們已經足夠我們的應用 所以有時候聽過 香港有些人 捐了一個腎 捐了一個腎 其實我只需要兩個腎 裏面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好了 如果被你搞到 連四分之一的腎都玩完 才會出現症狀 其實很多先兆 我們可以足夠的時間 做一些保健的工作 就不會搞到這樣的 明白 我們這上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半集就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待會見 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好 我們又回來自然療法與你 醫生 我們是否繼續說 CUT這個問題呢 因為其實上幾集已經說了 如果今集說 第五集再說了 其實還有很多資訊關於CUT 其實我們這次 可以說是史無前例 在我們大戲空間 跟大家分享 這麼詳盡分享 同類療法是怎樣處理CUT 為什麼我們這次會連四集都說呢 其實我們想大家認識 同類療法在治療的過程 我們要很仔細去辨證 就是我們叫做度身訂造的 不是CUT就像是CUT藥水 這樣就搞定 CUT是有很多類型的 要成功地醫治CUT 我們需要在同類療法 我們需要很仔細去找出 那個病的關鍵症狀 我們叫做Keynote Symptom 關鍵症的症狀 我們才有機會成功醫治得到 大家都知道CUT的人是很多的 нев allme stages 摸到除非 Love 即使很熱 去尋回藏 我相信你們周圍的人 一定有這些需要 與大家有100多個療法 可以可以做 m2T 我們盡量 每一個預算經過療劑 接下来我们再讲那个Lycopodium Lycopodium是石虫 一种很矮小的Club Moss 小小的Club 好像一个Baseball Mat 好像棍球那样 但小时候手指很长 Club Moss Lycopodium 石虫的Lycopodium Lycopodium Lycopodium 这种咳通常是不断的 长期的干和撩一撩一种咳 很密的 长期的,我们叫T声叫,常常吊吊吊吊 关键的症状,大家要记住这件事 通常石松营的咳吊是下午4点到8点 4-8pm,下午4点到8点是最差的 这种营营的人喝热水会帮助咳吊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种咳吊 他有关键的症状,即是他告诉你 下午4点到8点,他就咳吊得很厉害,最差的 但他喝热水就会舒服 除了4点到8点的症状,还有他通常咳吊的时间 就是黄昏和耶马克上床之后 或者一睡,一想入睡的时候 睡着头上去,就开始咳,咳到睡得低 用力,用跑步运动会咳吊 而且如果他躺在左边,会咳得差一点 而且吞口水也会差一点 而且很有趣,下楼梯会差一点 这个是令到他叉的 令到他好,除了关键性 就说过喝软水,暖的饮品 而且睡在背部,是最好的 通常咳吊的时候,晚上睡在床上 他总是觉得好像有些羽毛在吊他的喉咙 吊吊吊吊吊,这会导致他咳吊 而且如果发现一个鸚鸚瘦瘦的男孩子的咳 长期咳,鸚瘦瘦瘦的体型 男孩子的咳,也可以考虑 还有,他咳的时候,咳到头都会胀 一种拼动,一种胀痛 而且两边的太阳雨都咳到头痛起来 还有,咳到胸口都会痛起来 这个痰就倾向于有些大咸咸的味道 还有,吃了食物之后,痰比较多 这种是石虫型的咳 明白 好了,另外一种是Manganum Manganum 这种型的咳,也是一种撩撩的咳 咳得来,还有少许喉咙沙了 沙声咳咳 什么情况之下,一样叉,也是像石虫型 4点钟的时间叉,即是下午 潮湿的天气,还有深呼吸 还有,如果企图他唱歌,或者大声阅读 或者大声笑 会令咳得厉害些 什么会令他好些呢? 睡觉会好些 还有,像是哀饿下,会好些 这个是比较细小的疗剂 Nycopodium 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子 小小的男孩子 4点到8点 喝热水舒服 Manganum 是比较细小的 另外一种就是Metalrinum Metalrinum 是一种临病的菌里面 制造出来的疗剂 大家听说临病 就是Gonarrhea 其实大家要了解 不论医药的疗剂 材料在原材料哪里 但都经过一大绝的 不断的稀释充能 其实都成为一个疗剂 其实里面化验是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原材料的信息 经过这种独特的提炼 制药的方法 是将这个信息释放出来 其实我们利用这个信息 是与我们身体的疾病频率 产生共振 而推动身体自己康复 所以绝对不用介意 内缘是什么地方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Metalrinum 怎么算呢? M-E-D-O-R-R-H-I-N-U-M Metalrinum M-E-D-O-R-R-H-I-N-U-M 这种咳通常是什么呢? 通常每次双风 或者被感染 而走出来的 哮喘的咳 或者每次双风之后 哮喘 哮喘 通常这些小孩 通常鼻水到下来都很厉害 流到你听他的胸口 那种声音 那种浪 我叫做Rattling 震荡 那种痰声 很重的 而且这种型的咳 人们是不断 要来到吐痰清 清喉咙 很多分泌是很多的 它很有趣的 有时候要跪在这里 即是要跪在手和脚 跪在这里 才能够吐痰 如果你看到这种很特意的症状 不断地清淡 但它清是清不到 结果它怎么清呢? 它就跪在这里 趴在这里 像狗般跪在这里 那它就更加清得更加好 这种痰 这种痰很黏 很黏 而且通常都是绿绿黄黄的 有很多感染 记住 主要的关键 就是不断清喉咙 而且它有时发现 它是跪在这里 来到清 来到咳咳 咳得舒畅一点 那这个就是 Metarinum 接着就是Nedmur Naturmuriaticum 即是盐 Sodium Chloride 是盐 或者是绿化钠 Naturmuriaticum 寸法 N-A-T-R-U-M Naturm Muriaticum M-U-R-I-A-T-I-C-U-M OK? Naturm N-A-T-R-U-M Muriaticum M-U-R-I-A-T-I-C-U-M 我为什麽强调大家要记住 拉丁名 因为始终 同类疗法的药 中文名字就不会有了 英文名字都是用拉丁名的 所以一定要学会用拉丁名的 炎型的咳咳 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咳咳的时候 咳到眼泪水都出了 偶像你见到 也有一种咳咳 也有一种胃窝 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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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有时会咳到很多眼泪出 夜晚黑 黄昏叉 进入一个暖的房间 热的房间 会叉 冬天会叉 下一个是Nux Formica 马前子 马前子很常用 在远代人 基本上 经常需要用得到 马前子 这些咳咳 我给予两个关键性 先写下关键性的症状 通常 早上起床 最差 及遇到冻空气 或冻风 会最差 通常 人的情绪 很生怒 有脾气 很大的 这三个症状 早上起床 及遇到冻风 及冻空气 而且 人的情绪 很敏 情绪 很差 通常这种咳咳 是由敏感 或是哮喘 或是感冒之后 是肝咳起来的 例如早上起床 或者半夜三点钟 3am 凌晨三点钟 或者 晚上五间 到黎明 到daybreak 或者 可能由一个暖房间 进入一个冷房间 很多人早上起床 始终睡房可能是暖的 剃开一张皮 走出一个冷的厅家 就会即时咳起来 或者 什么令他差 吃东西会令他差 还有很多时候 这些人有很多肠胃的问题 消化不良 或者肠胃炎 这种症状 情绪方面 除了外国人很悯 很生气 有时候 情绪很兴奋 或者是用脑过度 或者因为 因为喝咖啡 或者喝酒 太多 有时候 有时候 动动 有时候 空膛的动动 躺在背部下 躺在背部下 躺在半肩下 跟nycropodium 和manganum 躺在背部下 躺在背部下 那些 Nuxvormaker 的马前指 躺在背部下 躺在背部下 很多时候 都感觉到 喉咙和空膛 会躺在背部下 马前指 通常会怕冻风 冻风 暖水 或是和暖的环境 躺在背部下 躺在背部下 会更好 而且 咳咳很大声 和痛 咳到痛 有时候 很有趣的症状 咳咳到小腿都痛 Nuxvormaker 铺 Nuxvormaker 纸 Nuxvor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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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om Rootstock Rootstock 我们常用它 好像是一种 三手门教 很多时候 用在关节的问题 肌肉的筋 好 Rootstock 通常是肝 刺激性的咳 有痰的咳 痛的咳 Rootstock 关键是什么情况之差呢? 洗澡或湿涂润后会更差 什么能够好呢? 暖的饮品能够好 好,除了洗涼及骤涂润 还有 早上11点 或者晚 6点 或者晚上 冬风会更差 户外空气会更差 潮湿的天气更差 坐下会让它叉叉,睡觉或睡觉会让它叉叉 脱衫或揭开一张皮,或者揭开一件衣服,露鼻会让它叉叉 通常咳咳之前会感觉到很寒冷 记住,认可好,喝暖水 ROOT STOCKS 我曾经说的,ROOT STOCKS很少用 但如果需要起来,都要用 另外一只Sambucus Sambucus 这个Sambucus经常都会用 通常这些咳咳,晚上突然间咳咳 咳咳到不能呼吸,穿窄式那种咳咳 晚上一刻五间,或者一入睡,入床没多久 通常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Sambucus的人很多时候会大汗很厉害 世里,我们是Sambucus经常用 世里时发烧,她经常说,很出汗 周身也是,有时候醒到又咳咳又用力 肙大汗里 现在是… 这个可以用 Sambucus 另外一只 Sanguin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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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咳咳通常是敏感引气 或者是胃的问题引发 也有时候咳咳到鼻子都红红 还有有些是感冒之后的咳咳 这种咳咳,尤其是沙蚊仔 咳咳到没有气和力量 一躺下的时候咳得很辛苦 还有这种咳咳,每次受寒 伤风冻寒,寒气直入肺 什么情况之下最差呢? 晚上最差,躺下又差,预寒差 由一个暖房间进入一个冷的环境 什么令它好呢?很有趣的 这个是一个关键 如果你看到这个症状 它在咳咳的时候,它会有弱气 或者放屁,这些是比较少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咳咳 咳咳的时候,会放屁,会有弱气 他会觉得舒服一点 或者弱气之后舒服一点 坐起来觉得舒服一点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面会咳得红 或者面珠就一个圆的红 而且它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关键的 它觉得喉咙气管那里 好像有些异物在那里 那些异物在那里扒痕 或者是肝,或者是摇摇的 有些异物在那里扒痕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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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那个胸、前胸和喉咙是觉得很热的 是一种热的 是一种sancrenaria 是一种热的 记住是红,面珠红 鼻角是红 这种这样的症状 还有它的痰的味道很臭 Sancrenaria 是有这种特征的 好了,接着 Sen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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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用在老人家的 如果看到老人家的咳 我就会连上去Senega Senega 这种是一种老人家的长期咳 或者重复性复发的咳 这种咳得很厉害的 是很大声的 还有有时是一种敲转的咳 这种咳通常 连呼吸都会影响得到 你知道老人家的咳是很辛苦的 好了,遇到老人家的咳 长期慢性咳 开始考虑 Senega 这个我也是经常采用的 好了,什么情况之下 叉呢? 黄昏叉 冷的空气 或者户外空气 叉 甚至少少用力 也会叉 叉 还有,如果躺在右边 躺在右側 会叉 通常这种咳 这种咳的咳 有些咳的咳 还有很多黏的咳 令到老人家的咳 好像咳不起 有些黏咳 黏着咳 他经常想咳 咳不起这种感觉 有时咳 伴上去 有时会打压 有些咳的咳 有些咳 聚集到喉咙 令到说话有些沙啞 通常他会觉得 整个胸口 咳到整个胸口 好像很冤痛那种感觉 很疏的感觉 有时 或者是左边的胸膛 或者是动动的手臂 就会觉得特别痛 有时会觉得 我的胸口好像很小 好像很固定的感觉 老人家始终没有力 咳不出 痰就黏着实 所以咳的时候 又痛又痠 好像胸口很固定的感觉 当然 痰又黏 有时是带透明 有时是黄痰 就会出现 老人家的咳 你可以记住用Seneca 明白 继续 继续是墨鱼塞 Sepia 墨鱼塞是常用的 经常用的 墨鱼塞 重点关键的症状 写下 通常 十元仔夜晚咳都很厉害 十元仔夜晚咳都很厉害 考虑 咳 那个墨鱼塞 Sepia Sepia 或者咳到标尿 OK 这种咳 通常这种咳 夜晚咳咳 通常是因为鼻水到后流得很厉害 这种咳 有时咳到 像是想吐 我们叫做咳 咳 咳到吐 甚至是吐出来 什么情况之后 令它差呢 冷的天气 潮湿的天气 或者躺下 它就一定要躲起床 或者宋安仔半夜生间咳 咳得很辛苦 要躲起床 还有 什么令它好一点呢 咳得很辛苦的时候 它会自动转到右边睡 便会舒服一点 而且咳了之后 觉得有一种臭蛋 腐蛋的味道 是咳出来的 记住 这几句 而且咳的时候 很容易是标尿 这种咳 接着呢 是Silica Silica Silica S-I-C-A-L-I-C-A Silica 即是像砂石 直 一种矿石 矿物 或者砂 Silica S-I-L-I-C-A 这种咳的人 通常是 人们很充血 心口充血 还有 每一次 伤风之后 就很容易 很容易咳 好了 Silica 这个阵形 关键阵形 写下它 通常它感觉 好像 它的舌头 或者喉咙 好像有些毛发 好像有些头发 在那种感觉 是 好像有些 好像有些 好像有些头发 在那种感觉 OK 那这个是很特意 特意的关键症状 通常呢 饮冷水 会叉 吃冬的食物 会叉 还有呢 暴露的脚 可能睡觉的时候 脚踢开皮 会叉 躺下会叉 过分焗得太热 过分的动作 或者说话都会叉 什么令它好呢 喝一下暖水会好 其实那些痰会如何呢 也是一块块 黄黄绿绿 臭臭的痰 好了 下一个 Squ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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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经常常用的 大家可以记得 Squilla 这是一个小的疗剂 但我经常采用到这个 其中一个症状 好像蜜鱼汁的Squilla 也有一个症状 就是会漏尿 漏得很厉害 甚至乎不单止漏尿 连大便都可能是失控 还有可能眼泪水都流出 这种咳 是很厉害的 突发 很厉害的 我们叫做Volent 即是爆炸力很强的 这种咳 咳到尿都忍不住 记得 如果到这个情况之后 可以采用 这个我也是 过去来说 在我临床上 我也是比较常用的 好了 什么令它差呢 是 透气 透淡大气 喝凉水 喝品就会差 通常是 有时干咳 咳到这样 就想伸鼻涕 很有趣 这是很特意的症状 咳咳之后 它就想伸鼻涕 有时咳得厉害 这么厉害的咳 很明显 很容易咳到头痛 还有时 这种咳的症状 在长期慢性咳里面 它也有脾胀 身体脾胀的脾胀 脾胀的脾胀是长大 如果你真的拿到这个资料的话 脾胀脾胀的脾胀 可以考虑 而且咳得脾胀的脾胀 腹部很痛 或者连胸口也很痛 咳咸的痰或咳血 这个症状了 明白 好了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们自然疗法与你再见 拜拜 好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